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接着来介绍 这个几何光学的第二部分 就是透镜 上次介绍了面镜 那我们今天来介绍透镜 透镜它是利用光的折射性质 来成像的一种光学仪器 那透镜有两种 一种是凸透镜 一种是凸透镜 一种是凹透镜 那我们先来介绍凸透镜 凸透镜它是属于球面透镜的一种 那其中的中央部分 比它的这个两端要来的厚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汇聚透镜 所以它的光线是汇聚的 那一般用在光学仪器 像相机的镜头 显微镜的镜头 以及这个老花眼镜 这个镜片 这些都是属于凸透镜的运用 那我们下面呢 那我们下面呢透过这个图力呢 以及公式 对它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这是一个 双球的一个 凸透镜 它中间部分呢 比两端要来的厚 所以我们利用 这个三条主要的光线的 折射光线呢 来找出它的像 那这是光源在这里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焦距的形成的原因 就是如果平行光是从左边进来的话 经过它折射以后的汇聚点呢 就它的这个叫做右焦点 那右焦点到镜心 镜心就是它 它中间的这个 这是一个光轴 这是一个光轴 那这个光轴呢 跟这个镜片的 这个相交的这条线呢 我们称为中央厚度 那中央厚度的中点呢 就是代表它的镜心 就是镜子的心 这中心点 那一个任何 从左边来的这个平行光呢 经过它折射以后的汇聚点 我们称为它的右焦点 右焦点到镜心的距离呢 叫做右焦距 然后如果光线是从右边进来的平行光呢 经过折射以后的汇聚点呢 是它的左焦点 那左焦点到镜心的距离 是它的左焦距 那我们知道这个双球突透镜呢 它的特点就是说 它的左焦距会等于右焦距 这是我们一定要先要了解的 那接下去我来解释一下 我们是利用三条主要的 路射光线的折射光线的焦点呢 来找出它的像 那第一条是平行光轴的这条线 这条线进来以后到镜心的正上方呢 才产生折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一定要在镜心的正上方 经过折射以后呢 才会汇聚到它的右焦点上面去 这是第一条折射光线 那如果这个光线呢 直接通过这个镜心的话 它是直接穿过去的 所以它们已经相交在这里 那第三个是辅助光线 就是说经过它的左焦点的 这条光线到镜心的下方 它出去的光线是一条平行光 所以你看这三条折射光呢 汇聚在这个地方 就出现它的一个像 对所以它是一个倒立的一个实像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图 好那如果这个光源呢 是放在这个焦点的前方的时候 等于说雾距如果小于焦距的时候 一样一个平行光进来以后 经过它折射以后呢 会通过它的右焦点 那穿过镜心的这条光线也是出来 你可以发现它们在这边的是发散的 好所以它在这边就不会成像 因此我们就接着来说它的延长线 好所以它一个突透镜来讲 它出现的这个虚像呢 它是一个正立又放大的一个虚像 好那我们下面透过公式呢 对它的一些特性 我们再做一个解释 好这是它的一个成像公式 就是物据的导数呢 加上像距的导数 物据就是这个光源呢 到镜心的距离 我们称为物据 那像呢到它的镜心的距离呢 我们称为像距 那等于它的焦距的导数 那这个焦距的导数又等于它的折射率 因为它是一个玻璃透镜 这个n呢是代表这个玻璃的折射率 减掉一以后 再乘上r1分之一减掉r2分之一 这个r1呢是代表它的这个 突的这个镜面的距离半径 所以它是大于零 那r2的话是代表 凹的这个镜面的一个 趋离半径 所以它是小于零 这是突透镜跟凹透镜 最大的区分是在这个地方 那对于突透镜来讲呢 r1是大于零 r2是小于零 所以它的焦距呢 永远都是大于零 但是凹透镜来讲呢 它刚好颠倒 它的r1小于零 r2大于零 所以这一项呢 它是小于零 那n一定是大于一的 所以对凹透镜来讲 它的焦距是小于零的 小于零 所以凹透镜呢 它永远都是一个正力缩小的一个徐项 好 那我们先对突透镜呢 它的成像特性 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突透镜呢 它的成像特性总共分成三个区块 我们先介绍 如果第一个是物据 如果大于焦距的时候 它出现三种成像的一个特性 第一个是如果物据 大于两倍的焦距的时候 它出现的像呢 是缩小倒立的一个实像 那如果物据刚好等于两倍的焦距的时候呢 它是跟物呢 同长度的一个倒立的实像 就意思也就是说 它的像距呢 会等于物据 所以这时候放大率刚好等于一 那如果物据呢 是小于两倍的焦距 但是一定是大于倍的焦距 它是出现一个放大又倒立的一个实像 那如果是物据刚好等于焦距的话 你可以发现它的相距是无限大 那所以呢 这时候它无法成像 你就找不到它的像 那它的折射光是平行光出去 所以当然就不会有相距 那如果物据小于焦距的时候呢 它的相距会小于零 所以它会跟光源呢 在同一边成像 但它出现的像是一个 正立放大的虚像 那我们下面透过一些立体呢 我们对它做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假设有一个高十公分的一个物体 那要把它放大成一个四倍的 而且又是一个正立的像 那既然是正立的话 当然一定是 一定是虚像 一定是虚像 那必须要放在一个焦距十公分的 一个突透镜的前方的 哪一个地方呢 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就带入它的成像公式 带进去计算 就是物据的导数 那因为它的相距是负的 因为它是一个正立的像 而且是放大四倍 所以它的相距就是变成四十公分 就是负的四十公分 那就等于焦距的导数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物据呢 是八公分 意思也就是说 你放在这个静前八公分的位置呢 离开静心八公分的位置呢 它出现的像呢 就是吻合我们的这个标准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时候物据呢 是小于焦距的 所以它确定它是一个 正立放大的一个虚像 对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例题 好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例题 它有一个玻璃的凸透镜 那玻璃的折射率是二分之三 那现在把它丢到一个水中的话 我们知道水的折射率是三分之四 它的焦距呢 是不是有所改变 如果改变的话 它放大了几倍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我们知道在空气中的这个焦距呢 它的导数呢 这是在空气中的焦距 它就等N减一 N就是二分之三 减掉一 然后这边是R1分之一呢 减掉R2分之一 这是在空气中的焦距 它的导数 那我们知道二分之三 减一的这边就变了二分之一 R1分之一减掉R2分之一 那如果把它丢到水中的话 我画一个图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这是本来就是玻璃透镜 对不对 它的折射率是二分之三 那如果放到水中的时候 等于光呢 它是由水进入到玻璃 所以它的相对折射率呢 因为它是从水进入到玻璃 所以相对折射率呢 就是用玻璃的折射率 比上水的折射率 所以它就会变成 二分之三乘上 就会变成八分之九 变成八分之九 所以它在水中的焦距的导数呢 我们用F1来表示 这边就会变成八分之九减一 然后R1分 因为它的这个趋力半径不会变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八分之一 然后R1分之九减掉R2分之一 对那换句话说呢 你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 它的焦距呢就变了几倍 对不对 原来的四倍 原来的四倍 对所以换句话说 在水中这个把凸透镜放到水中的话呢 它的焦距自然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倍 那焦距越大的时候呢 它的成像的一些特质呢 也会跟着改变 跟着改变 所以水中的照相机呢 它的焦距在空气中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好 以上呢 有关凸透镜的一些概念呢 一些观念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